好不过我们看到这个陈水扁被判处无期徒刑 包括了这个民进党里头的天王谢长廷苏贞昌 在铺浪里头也停扁 不副总统吕秀莲呢 他也首度针对这个判决表示 虽然还是认为痛心疾首很难谅解扁家作为 要求陈水扁要道歉 但是站在伙伴的立场还是觉得非常不舍 痛批法官政治判决也讲到一度哽咽 可是我们也要知道 放眼天下 民主不是一朝一夕就成功的 讲到沙婷哽咽眼泪掉了一滴 一起合作八年的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 吕秀莲大抱不平 我们的法官 一下子要拿出一千多年前宋朝的东西 你是国文老师 你是牧师 还是你是上帝 判冲法官判决有问题 吕秀莲情感上停扁 但理智上很难谅解扁家的所作所为 让很多人伤心的责任 陈水扁必须负责 陈前总统 跟你的家人 我希望你们深切郑重的 跟大家再道一次歉 因为真的太对不起大家 其实不止吕秀莲 民进党天花门也在铺浪上为陈水扁喊冤 幸好你认为这是媒体审判的结果 舆论办案不可掌 而苏贞昌则是从制度面来声援 他认为从扁案来看 司法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 而一向跟阿扁站在一起的游戏昆哲表示 早就提醒过阿扁不要低估国民党卑劣 面对政治斗争要采取不说话 不辩护不认罪的三部政策 现在看起来都是对的 深远沉这扁 绿军天花门一致炮口对外 但有态度也得要有动作 现在是朝野都有共事的状况下 基本上因为特别问的问题 这是历史工业 对 朝野都有问题 当然以我们意想 国家都会是一样的性质嘛 本来就应该出罪话 可是在这种政治经历 广队一定用这个东西来因此阿扁 民进党有计划要替扁解套 不过国民党已经扬言要冻结阿扁的卸任总统李玉 自带立法院开议前夕 蓝绿提前引爆 角力战 中文字幕李永杰林家元 台北报道